嗨,大家好,今天要來開箱Canone的Inkspeak相印機 它主張是用Zinc技術,就是Zero Ink 所以它是不需要墨水的一台相印機,用的是感熱的技術 那我還有買50枚妝的補充相紙 不含稅的話一盒是1990日幣 那機器它本身的話也是14000日幣 好,那就打開來看看它裡面有什麼東西吧 它我買的機器它本身是藍色的 它總共有玫瑰金、藍色跟金色 那我覺得藍色比較可愛 然後裡面就是機器本身它滿輕的 然後說明書跟充電線 那我這個人是從來不看說明書的風格 打開之後呢會發現它其實本身有附10張的相印紙 但10張可能就是一眨眼就印完的量 所以我才買了100張的補充紙 好,打開來看看呢 它主要就是構造是這樣子 那我們來裝一下相印紙 它就是往上推之後就會打開了 那相印紙拆開呢要小心一點 就是藍色的地方要朝下,機器的下面放 這一點要小心 不然到時候印出來不保證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側邊把電源打開 我剛剛已經略微充過電了 然後也用手機掃了它盒子後面的QR Code 就可以下載它的應用程式 它應用程式的話可以編輯相片 那因為我的手帳很小本 就可以很多相片擠在一張印出來 這樣就可以省上印紙 那我就把這個月跟朋友吃飯的照片 全部都印下來 那帶印相片一組 然後就開始印,等它一下 第一張吐出來的會是它的 讓你知道是第一張的紙 是藍色的 那就不要管它,忽視它 把它丟掉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你不用按什麼 它自己會再印出你剛剛 預定要拍的第一張相片 就會像這樣子吐出來 然後因為我排版是排了四張相片 所以就可以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 剪下來再貼在喜歡的地方就可以了